你現在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 是由共識新聞議題中心PN公民行動 已經進入資料庫 我們聯合直播的網路視訊節目 我們希望透過人物的專訪 讓大家看到一些正義性事件背後的 更重要的一個制度文化的一些問題 那我們希望不是只有在看熱鬧 還可以看門道 我相信這一兩天或這一兩個禮拜 有關心臺灣的社會運動 或是關心臺灣的移工權利的朋友 應該都可以看到一則新聞 那這新聞事實上是在上個月頂 有一位來自越南的移工阮國飛 那他其實是很多人所俗稱的逃跑外勞 他遭了警方的槍殺死亡 那後來相關的影像流出來之後 發現警方的說法跟我們在影片看到的東西 其實是有一些落草 當然這件事情也引起了非常大的社會的爭議 有些人覺得說 阮國飛要去襲警要去偷警車 那他又是逃跑在先 警方執行公權利益有什麼不對呢 但是也有人會覺得說 這樣的一個做法事實上是違反了比例原則 同時也是沒有顧及到一個勞工一個外籍勞工 為什麼會逃跑這件事情 這段期間其實有非常多的臺灣的民眾 也參與了相關的關心 或者是陳情的工作 那包括今天早上 我們在錄影節目的今天早上的 臺灣國際勞工協會的朋友 也陪同了這個阮國飛的家人去搭機 回到了越南 所以我們今天的節目當中 就要來跟大家邀請到的 臺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的專員 莊淑琴來跟我們談這個話題 淑琴你好 你好 淑琴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這個阮國飛的父親 什麼時候到臺灣來 然後到臺灣的這段時間 做了什麼事情 以及你們怎麼去陪伴他 去做的這些工作 做這些事情 那個阿菲的事情 其實是發生在8月31號的時候 然後這件事情發生之後 隔兩天 他的父親 其實就從越南搭飛機來到臺灣 然後他那時候搭飛機來到臺灣 我們去機場接他 我們看到的是 這個爸爸他其實看得出來 他是非常 接到消息之後 非常衝突的出門 因為他從頭到尾就 只帶了一個紙箱 然後把阿菲需要辦後世的一些東西 然後還有一些文件 就裝在這個紙箱裡面 然後其他東西他其實什麼都沒帶 然後他就直接飛來臺灣 那他到臺灣之後他當然是非常的震驚跟不知所措 因為他不知道說為什麼他的好好的一個兒子到臺灣去工作 然後結果他接到了一通電話告訴他說你兒子死了 而且還是因為攻擊警察 所以被警察就是以開槍的方式殺死 所以他來到臺灣的時候心情當然是非常的激動 然後沒有辦法接受這個事實 然後他來了之後 我們當然是馬上帶他去那個靈堂 就是來就是見他兒子最後一面 所以他其實有看到他兒子的那個遺體 就包括說兒子身上的傷口 他其實也都有看到 那阿菲的妹妹他其實也原本也在臺灣工作 然後也是我們社會上所俗稱的逃逸外勞 那也因為這件事情就是妹妹也選擇自首 然後出來處理哥哥的後事 那這段期間我們到臺灣之後 爸爸其實一直沒有辦法相信說 我的兒子怎麼會像警察說的一樣偷車 然後襲警 然後甚至警察還有懷疑他吸毒 然後最後遭到被槍擊的這個命運 就是爸爸一直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他其實想要知道的是 這件事情背後的真相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們其實就有希望 這個警方不只是這個警察的個人 包括整個警政單位應該要出來說明 甚至說應該要提供資料 來告訴這個爸爸說 我這一還原那個事件的現場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但是爸爸其實有去警察局找過警察 然後我們也去警政署開了記者會 也去行政院包括也去監察院 然後甚至前兩天去總統府 但是至今為止爸爸還是沒有辦法得到一個所謂可以還原比較接近事實的一個證據或是資料 因為當我們去找警察的時候警察就會說這個已經進入偵查的階段 我們所有資訊都不公開就交給司法去處理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警方其實也多次的對外說明了嘛 然後他可以看到中方社或是其他的媒體也可以看到一個蠻長的這個篇幅時段的這樣一個現場的錄影帶 這樣的一個證據或是這樣的一種畫面這樣的說明還不足以讓這個阮國飛的父親能夠去得到一個他滿意的答案嗎 或者說這樣的一個內容難道是不夠或是有什麼問題嗎 對如果是以我們現在看到的影帶的話 那我相信是阿菲的爸爸還有包括我們這些台灣的移工團體是更不能接受警方的說法 那我們目前看到的影像就是阿菲當時候已經身中酒槍 然後躺在地上 但是警察卻還以就是警棍去撥弄阿菲 然後甚至我們可以看到說有兩台救護車到場 但是第一台救護車的救護人員也沒有對阿菲實施任何急救的動作 然後甚至是先對於現場的民房實施就是醫療措施 然後一直等到一二十分鐘之後第二台救護車來 然後才將阿菲送到醫院 那我們如果是以目前就是警方那邊有流出的影像來看的話 我們其實就更不能接受警方的說法 因為他們說阿菲還有持續攻擊警方 然後非常的危險 然後沒有辦法實施 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實施急救 然後甚至是要以開槍的這種方式 來制止這個所謂的逃逸移工 那所以以目前的影像來說 我們就認為警方所做的這個執行公權力 也就是開九強這件事情是有非常大的問題 嗯嗯 呃你剛剛提到說阿菲的父親到台灣 對阿菲的這個死亡的消息 其實是有感到非常的震驚喔 那事實上阿菲的父親在接受公庫的訪問的時候也提到說 事實上這個阿菲逃亡的這個逃跑的這個半年之後 其實都有跟五個月之後都跟家裡面去做聯絡 難道他不知道這樣的一種所謂的逃跑在台灣是違反法令 那違反法令他不是就會遇到這樣一種風險嗎 對他其實呃我相信在台灣工作的義工都知道說 當我成為一個逃跑外勞之後 我其實就要背負一個非常大的風險 我每天在路上我可能會被查證件 然後被查到我是逃跑外勞 我可能就會被警察抓 然後我就會被遣返 甚至在這個被警察抓的過程中 我可能還會受傷等等 但是我相信這些很多義工都知道這件事情 但是為什麼大家還是要冒著這麼大的風險 去成為所謂的逃跑外勞 那這其實就牽涉到背後結構性的原因 就是我們應該要去問說 那是什麼原因讓他們不得不跑 那我們可以聽到就是阿菲他父親的說法是說 就是阿菲其實在還沒有逃跑之前 他每個月在工廠工作 可以每個月可以實際領到的薪水之後 台幣1萬出頭元 而且他來台灣的時候 他其實背負著一個非常龐大的中介費貸款 那這一些就是金錢上面的壓力 包括說跟中介之間的這一種不對等的關係 其實都是迫使阿菲 要去變成逃跑外勞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嗯其實我看到一個訪問 我看到一個訪問 我覺得非常的有趣 而且非常的諷刺 我記得是阿菲說 他說他離開了這個所謂的逃跑之後 他到這個新的地方工作 他賺的錢比較多 然後那個雇主反而是對他比較好 他反而是比較開心 這不是一個非常諷刺的一件事情嗎 就是在一個法律的保障之下 在一個法律正規的工作底下 他錢好像你的比較少 然後他工作不開心 可是當他違反了法令逃跑之後 他確實比較開心 然後可以賺得到比較多的錢 然後甚至他還說老闆對他不錯 這個聽起來是讓他覺得有點匪夷所持嗎 對我覺得這其實就是目前台灣的移工制度 一個非常畸形的地方 就是他禁止所有的藍領外籍勞工 去做轉換雇主的動作 那就會變成說 很多雇主他為了說 我好不容易拿到這個外勞的配額 然後我請了一個外勞進來 我就要想辦法把這個外勞留在這個工作崗位上 繼續為我工作 然後我不希望我要用很多很嚴格的控制的手段 例如說沒收他的護照 沒收他的居留證 然後甚至是強迫儲蓄等等的方式 讓這個外勞繼續用比較低的薪水 在我的這個工作崗位上繼續工作 那這其實就是不能自由轉換雇主的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因為在這種關係裡面 當勞資雙方有任何的不愉快 或是他其實勞資雙方其實 這個工人在這個工作現場受到剝削或不當對待 然後他沒有辦法轉換工作 他沒有辦法被解決的時候 那他就只好去向外尋求一個更自由 或是勞動條件更好的一個地方去從事工作 所以就是我們會覺得說 這其實就是現在的移工制度 不能轉換雇主的一個非常重大的一個問題 這其實會涉及到就業服務法裡面的規定 或是相關仲介制度的規定 甚至這個仲介本身 他所扮演的角色跟國家的角色 我們待會再繼續要跟他談這個問題 剛剛有提到說 阿菲的附近到台灣來 其實也去總統府陳情 然後也到監察院主動調查 然後也看到也到警政署去做一些拜訪 在這些不同的官方單位的這種接洽過程當中 不管是警政署也好 或者是在監察院也好 或是總統府 有給你們做什麼樣的回應嗎 一開始我們到警察局還有警政署的時候 警方的回應都是非常的強硬的 他們就認為說 阿菲就是一個逃逸外勞 然後他就是一個罪犯 所以我們警方實行公權力是一件完全沒有問題的事情 那不論是這個原警個人 或者是警察局甚至到警政署 都覺得他們的做法是沒有問題 而且沒有違反比例原則 那是一直到就是我們去完警政署之後沒幾天 然後我們發現監察院有幾位委員 他們願意開始開啟自動調查 也就是他們主動認為說這個案子其實是有問題有瑕疵的 然後他們主動去介入調查這個案子 所以我們有到監察院去找監察委員做澄清的動作 然後也有跟他們說明說為什麼我們認為說這個案子在執法方面有非常大的問題 那監察委員有就是開啟了這個調查案件 但是之後會如何去調查 這我們還不清楚 那前兩天我們是到總統府去 就是再度提起 像認為說這其實是一個 要拉到一個更高的角度去看這件事情 然後總統府應該也要對這件事情有所回應 但是我覺得非常可惜的是 就是我們到了總統府 但是我們就到這個所謂的公關室陳情室去陳述了一番我們的說法之後 其實總統府給的回應是非常的官方 就是他們聽到了 其實沒有實質的回應 這是一個我們在台灣陳情抗議的現場 經常看到的一個官方非常自視的一種回應 今天早上你們送阿菲的父親搭機離台 那在他離開之前他有跟你們談了什麼聊了什麼嗎 他其實就是他一直以來我們每一次的不管是行動或是開會之後 他其實都會一直講說 就他非常謝謝台灣社會還有那麼多人願意關心阿菲的案子 這是他一直不斷重複說的話 那第二個是他很希望說台灣社會可以還給他兒子一個真相跟一個公道 因為我覺得他到現在還是認為說他的兒子並不像警方所描繪的那樣是一個 就是非常暴力或是非常明完不靈要去刻意攻擊警方的一個人 所以他其實還是非常希望說就是可以得到一個完整的真相 那第三個他也提到說他希望就是 遠景可以真的真心誠意的給他一個道歉 我想得到一個真相是非常重要 不過我們剛剛有提到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現象就是 不管是警方所提供出來的這些資料或是說法 其實看不出來這個阿菲有所謂的明顯的攻擊的這種狀況 那這個攻擊的狀況假設他是真的有攻擊 那警方的這種回應難道是不可以的嗎 這件事情還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就是我們如果看到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的這個臉書上面 真的是吵成一團 那過去其實也發生過類似這種警察跟外籍勞工之間的一些衝突跟爭議 恐怕都沒有像現在這麼的大這麼的直接 或者是這個似乎是某種對立這種情況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我們先休息一下我們來待會再請教書請怎麼去看剛剛談到這兩個現象 以及剛剛要談到的是就業服務法當中 對於這些所謂的外籍勞工自由轉換雇主有什麼樣的限制 而這個限制是不是造成所謂的外籍勞工所謂的逃跑的原因越來越多 逃跑的現象越來越多的一種原因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歡迎收看這個禮拜的大元載報新聞 十多個青年團體22日上午到行政院前抗議 質疑行政院長賴清德站在親資方的立場 主導以利休修法將更難保障勞工利益 也會連帶讓青年勞動者身處更惡劣的工作環境中 青年團體表示現在約有三成的打工族 並未依休息日加班的規定拿到加班費 在任職滿六個月的青年勞工中 有休過特休假的也不到三分之一 因此青年團體主張拒絕勞基法朝向公式銀行 特休假遞延取消加班坐一算四 提高加班費時數上限的方向修法 應該還給勞工應有的七天國定假日 對此行政院也出面回應 強調目前並沒有所謂的版本 現階段都還在聽取各方意見 青年朋友的訴求也將會納入考量 本月20日溫載郡反破千連線在新北市府前 與警方發生推舉衝突 甚至有聲援者臉部被打傷 被新北市警察局PD小組強制帶上警車前往派出所 這場抗議源自新北市新莊泰山地區的溫載郡市地重劃案 去年四月被內政部退回新北市政府要求修正計劃內容 事隔近一年半 新北市府終於舉辦第一場座談會 但當事居民卻都沒有被通知參加 並對外宣稱本案已經排除反破千居民 但都市計劃案連圖都沒有修改 遭痛批新北市府根本是騙人 由陶傑勞工組成的桃園大眾捷運企業工會 18日到勞動部前抗議 因為他們依法向勞動局送交工會申請書 結果卻傳出申請文件遭到刁難 酬組工會的30位發起人陸續被資方約談 並按指要求撤銷申請意願 究竟是否有勸退酬組工會一事 陶傑公司警表示 對於同仁依法成立工會 抱持樂觀騎乘態度 不同的意見也鼓勵溝通協調 而工會也向勞動部陳情 要求立刻審理陶傑的不當勞動行為裁決 並停止約談發起人和會員 對此勞動部說明會依法處理 最晚四個月內讓結果出爐 歡迎再次回到灿難時光會客室節目的現場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在剛剛的大圓仔報新聞當中 我們看到我們過去曾經專訪過的 這個溫仔鎮的這個議題 其實昨天爆發了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肢體上面衝突 甚至有這個製救會還有陳抗的 這個參與抗議協助的學生也被這個警方帶走 其實一直我們在談說這個土地開發案裡面 有很多必須要關注的一些細節 甚至這個當事人的除了在這個程序上面 當事人的權益或者是整體的這種 這種所謂的公平的這種規劃恐怕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他不是一個單純的官方或是專家他說什麼 他就是什麼官方決定怎樣規劃 他就是怎樣規劃 他必須要更多的這個民主的過程 當然我們也可以看到 我們也很關切的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集會有刑法 這樣子警方在把人這樣子抓走 那是不是有違反一些比例原則 那過去民進黨政府在在野的時候 也曾經有主張要廢止是會有刑法 或是修正警惠有刑法 但是看起來這個問題還是非常非常的嚴重 我們也會再持續的去關注這樣的一個現象 跟這樣的一個議題 回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我們要跟大家來回來談這個 這個被警方槍擊的案子 那在節目現場跟我們一起聊天 是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的專員莊淑琴 淑琴你好 你好 所以我們剛剛有看到有提到一個現象 就是其實在台灣類似的這個外籍勞工 或移工跟警方發生衝突 甚至過去有移工遭到警方擊斃的一個現象 這個社會似乎好像沒有那麼大的這種反應 我不知道這個會不會是因為這一次開酒槍 然後這個動作實在是太大了 也有包括一些團體加入的聲援 然後這個社會關注度稍微比較高一點 可是這個關注度 我們有看到另外一方面的聲音就是 這些人他就是犯錯了 那你到台灣你就應該知道台灣的規則嗎 那你有這樣的一個所謂的襲警 或者是搶車的這種行為 那當然現在沒有辦法證明他是真的 假如是真的的話 那警方去做這樣的工作去維護治安 維護公權力有什麼不對的呢 我們怎麼去看待這個社會好像的 因為這件事情開始有一些比較毛躁 然後比較有一種不安或是一種對立的情況 似乎是越來越嚴重 我們會認為如果假設是這個案子的話 我們先姑且不論這個人到底是不是外籍勞工 今天我們可以聽到警方的說法是 這個人偷車然後他以石塊攻擊警察 我們不論他是否是一個逃跑外勞或外籍勞工 警察以就是開酒槍的方式回應 回應一個用石頭攻擊警察的人 這我們還是覺得很明顯的是違反比例原則 而且很明顯的是執法過檔 因為在這個案子出來之後 我們其實找了很多以前警察開槍的新聞 就包括說以前有搶匪然後開著警車 然後衝撞警察 那警察的回應也是把這個警車的那個輪胎射破 想辦法阻止這樣的事情繼續發生 但是我們不知道為什麼說 在這個阿菲的案子裡面 警察沒有辦法用其他手段來制止阿菲 難道說唯一的一條路就是在他的身上開酒槍嗎 那我們不論他是不是外籍勞工 我們都覺得這是一個相當就是執法過當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就所以在我們立場 我們覺得即便阿菲有這個所謂 不管是攻擊警察 或者是他想要就是想辦法 就是不要讓警察抓到的這種行為 即便他有攻擊警察 我們還是覺得開酒槍這件事情是違反比例原則 然後再談到說整個社會對於這件事情的反應 那我覺得這還是關係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長期以來我們不斷的把所謂的逃逸外勞當作是罪犯一樣的人 但是我們就是逃跑外勞這個詞其實是只出現在台灣這個地方 我們才會用逃跑外勞 在其他地方假設有所謂的移工他離開自己的工作場域 或是他所謂違反契約 大家會給他的一個名字叫做無證移工 也就是他違反了這個所謂就業服務法的這個規定 他並不是一個犯刑案的人 所以他其實所謂的逃跑外勞他並不是罪犯 但是在我們長期不管是媒體或者是警方 常常會以我要抓逃跑外勞當作警方的績效 感覺好像是警方在抓罪犯在抓搶匪這樣的方式去污名化這些所謂的逃跑外勞 所以說我們在這次事件發生過後就會看到很多 不管是網友或是社會大眾覺得說那這個人他就是犯罪啊 所以警察去抓他有什麼錯 但是我們還是要必須強調說他並不是犯罪 他就是一個無證移工 對所以無論如何警察不應該以這種所謂對待罪犯的這種 這麼強硬的方式去追捕這個所謂沒有合法工作正在台灣工作的移工 嗯哼 事實上任何的一個字其實背後 任何一個字的一個比詞 背後都有一些意識形態跟價值 我常常在開玩笑說魔鬼常在細節 你一直想要去形容一個人或形容一個狀態 他事實上就表示你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就像逃跑似乎他是一種犯罪或是違反某種法令的這種行為 他的確是可是那個背後可能還是存在的某些的價值觀 不過回到這個警方的角度來看 這個這位警察其實也很年輕聽說只有22歲 一個年輕的警察在他面臨到這種狀況的時候 恐怕他自己也嚇到了或者是他根本不知道怎麼去處理 也許太過於衝動或是也許什麼其他的原因不清楚 或者是在整個訓練上面不清楚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也需要去討論的一個現象 另外一方面我也聽到我在當警官的朋友說 他覺得警察蠻倒霉 因為他覺得這件事情根本就是移民署的工作 那移民署的工作怎麼會落到他們警方的身上呢 他們本來就很繁忙的業務他們事情都說不完 那移民署應該自己去處理嘛 你怎麼去看這樣一種現象 對就是我們也知道說這次開槍的這個警察 他其實非常的年輕 甚至他是第一次開槍 那我們也覺得這件事情不應該把整個社會壓力 好像就歸咎於這個警察個人身上 而是我們應該要整個去檢討說 我們台灣到底是怎麼看待逃跑外勞 然後我們的移工制度有什麼問題 甚至說在警察的訓練上面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為什麼警察會這麼理所當然的認為說 我看到一個逃跑外勞 我就非逮到他不可 那這其實也是我們覺得應該要去檢討 然後甚至在現場執勤的 有警察可是其實是一個警察 然後加上民防 那這樣的配置是不是在警察執勤的過程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其實無意說要就是 徹底去檢討這個警察個人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回到整個制度上面 到底有什麼問題去做檢討 那你們會覺得 其實在你們一些相關的論述裡面 就會提到說 這其實這個事情其實是一個制度 或是一個歧視上面的問題 不過他為什麼不能夠單純的看 就是一個警方執法不當 或是警方違法的比例原則 或者警方只是要去維護治安 這個事情從這個角度來看不就是很單純嗎 為什麼要用歧視的角度去看 甚至會把它變成說 哇整個台灣好像都在歧視這些外籍勞工 可是對很多來人來講 我們對我們家的外勞都很好啊 我們沒有歧視啊 怎麼會用這個個案來去推論到說 這個社會好像是一個不友善的社會 我覺得歧視這件事情 其實從這件事情 阮國飛的事情裡面就很好的曝露出來 那第一點如果就這個個案來說 就是我們要問的是說 警察為什麼非逮到逃跑外勞不可 他們到底把逃跑外勞當作是一個什麼樣的存在 就是逃跑外勞就是一個危害社會治安的一群人嗎 對這是在就是警察如何看待逃跑外勞這件事情 然後第二個是我們覺得就是 呃我們現在常常就是尤其民進黨政府上台之後 會講所謂的新南向政策 然後感覺我們好像要跟東南亞國家建立更多的連結 所以我們現在偶爾假日甚至台北市政府也會辦開災節的活動 然後辦一些跟東南亞文化相關的活動 然後甚至說就是 呃新住民的歌唱比賽啊 外籍移工的卡拉OK大賽等等 然後好像我們現在整個社會氛圍會覺得說 欸我們都很 好像是友善 對我們很友善我們尊重這些外籍移工還有東南亞來的朋友的文化 但是我覺得從這件事情上面就可以暴露出來一個東西是說 我們尊重的是這些乖乖聽話的東南亞人 是這些乾乾淨淨然後看起來好像有才藝有才華的東南亞朋友 可是對於這些當他被冠上一個逃跑外勞的標籤的這些人 他就不是我們在我們尊重東南亞文化的一環 他們好像就應該被排除在我們的尊重之外 那我覺得這個事件其實就很好的暴露出這一點就是 我們這個社會最深層的歧視還是存在 只是我們用一些我們好像尊重多元文化的這些東西把它包裝起來而已 所以這個事件其實很好的就去突顯了這個歧視的核心到底在哪裡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觀察就是我們我們可以看到 不管是社會裡面或是在媒體上面對於這些移工的形象的呈現 比較不會是像過去所謂可憐可惡 那或者是他們只是為了要賺錢等等的一種面向 那但是你會發現有更多的比較正面 例如說可能是美食舞蹈跟歌唱 可是美食舞蹈跟歌唱看起來都還是蠻正面的東西 可是他背後是一種刻板化 或者是他沒有去碰入或是沒有去碰觸這個實際上面問題的核心 就像你剛剛提到的他可能我們贊同的是一個符合我們的規則 符合我們的印象的這樣的一個移工 可是不符合我們的規則不符合我們印象的這些移工或是移民 他的原因問題是什麼 我們恐怕也不見得想要去真正的理解 或者是更不用說去解決 談到這個問題的本身就像我們剛剛談到的 這其實會逃跑所謂的這件事情是跟現在有法規有問題 當然他跟就業服務法的規範是有關 可以告訴我們在現在就業服務法怎麼去規範 直接從東南亞來的這些外籍的工人 他們的一些轉換雇主 或是他們的這些所謂的工作的樣態 而導致現在這樣一個問題發生嗎 就是在就業服務法裡面的規定其實非常的多 那我覺得我就講三個我覺得非常重要的東西 就是第一個是 就業服務法直接把所謂藍領外勞跟白領外勞 就分成兩個不同階級的人 那藍領外勞你就是 來台灣你就只能接受某一種很低的勞動條件 然後即便不管像我們現在有很多看護工其實來台灣非常多年 甚至十幾年以上 但是你永遠被排除就是 就是可以有機會取得就是台灣的拘留 永久居留權或是規劃的一個範圍之內 就是只要你是拿藍領簽證 你就一輩子別想要就是取得 中華民國國籍 這個是我覺得第一個是階級上面的歧視 然後第二個在就業服法的規定裡面就是 有一條叫做不可以自由轉換雇主 假設你是藍領外勞的話 那這會造成的其實很大的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現在俗稱的逃跑問題 因為就是有非常多的藍領外勞 他們在承受著非常低的勞動條件 但是當他們的工作上面發生問題的時候 他們卻沒有一個管道可以去處理這些問題 即便現在政府說外勞可以打1955去申訴 可是我們實際上可以看到的是說 這一些所謂電話申訴可以真的被獲得解決的 還是少之又少 所以不能轉換雇主的後果其實就是 那大家就自食其力我就跑吧 然後再來第三個很大的問題其實就是私人中介制度 就是這些移工為什麼要跑 一個是在他沒有辦法繼續在這個工作場域承受剝削 那第二個其實就是他們每個人都背負著非常龐大的中介費貸款來到台灣 所以假設他們沒有辦法在台灣待滿三年的話 他們幾乎是賺不到錢 而且他們假設沒有待滿三年 他們還要背負著中介費貸款回家 所以對於大家來說大家也會想說 我要好好的在台灣工作 然後想辦法償還這一筆中介費 但是我們應該要去思考的是說 為什麼這一些工人跨國移動 必須要承受著這麼大筆的中介費貸款 那台灣政府為什麼要把這一些跟外籍移工相關的事務 全部就是政府整個收手 然後我就丟給私人中介市場 然後去玩這一套遊戲 即便說現在有很多超收中介費的案件 每天都在發生 但是政府卻殺手不管 就交給私人中介去處理 但是我們明明看到說 譬如說像韓國 他就有政府對政府的這種聘僱方式 不用私人中介 其實這套移工制度也做得起來 我最後一個問題請教 就是說在前一陣子你們在辦所謂的公投 那去爭取所謂的政治權利 你們受這樣的主張 有辦法解決你剛剛談到的這些問題嗎 對我們這一次發起的移工公投 其實我們就是要用公投的這個方式去突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現在有65萬的移工在台灣 那他們每天承擔的是台灣非常基層的工作 不管是在工廠裡面或者是在每個家庭裡面去照顧我們這些老人病人 那他們其實都是台灣整個政策裡面第一線要去執行這些勞務的人 但是他們對於跟他們相關的政策卻毫無發言的權利 那我覺得這個毫無發言的權利不是只是在法律層面上 就是我沒有辦法對這些法律有任何的發言 而是他們作為一個藍領外勞 我從東南亞來的一個人的身份 就是整個社會是對於就是從他的國籍到他的階級到他的文化到他從事的工作 其實還是一直帶有偏見跟歧視的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透過公投 就是即便我們知道說我們自己辦的這個公投 在政府單位來說他不會承認也沒有法律效力 但是我們還是要用這一種所謂公民投票的方式 去跨越那個所謂公民跟非公民的界線 去讓大家開始透過這個行動來思考說 那我們一起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那我們承擔的其實也是很多基層的工作 那我們是不是還要用你有沒有中華民國國籍來區分說 你可不可以享有某一些權利 對這是我們想要透過這個行動去跟社會對話的部分 我想我們的政府在剛剛談到所謂的新南向政策 我們也希望能夠跟東南亞展現一些友好 或是一些經貿外衣文化或是所謂的貿易相關的旅遊的往來 可是如果台灣不是一個友善的國家 這個友善國家不是只有完全順從我們規則來的友善 而是一個真正從心裡面去尊重在法律上面 讓他一個能夠真正去讓每個個體能夠好好的發揮的友善國家化 我想這個政策其實跟我們實際很多的作為是矛盾的 當然我們看阮國非的例子其實一點都不特別 因為台灣很多人都想要去外出打拼 可能去中國或其他國家打拼 其實就像我們也許需要是將心比心 當我們去別的國家 如果別人用他們的方式對待我們 我們能夠接受嗎 今天非常謝謝舒晴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我們希望下次有機會再去請教你相關的問題 我們下禮拜空中再會 謝謝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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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